黨內的人選都是最好的人選 那所以我覺得上次我就有回答過說 就是沒有理由拒絕嘛 沒有任何人可以有理由拒絕 所以我想大家都會推舉最好的人選 那這個都是我們現在目前 台灣連隊必須要 必須要好好的去思考的問題 那我覺得任何人出來都是要打贏這場盛戰為主 所以不管是激進不管是民進 我們的共同合作這個是沒有無庸置疑的 那需要的就是最好的人選 那我覺得靜穎醫師就是非常的優秀 那在媒體聲量全國版面也都是非常的好 那所以不管是靜穎醫生或者是大家就覺得說 是任何的人選都是非常好的人選 一切都是最好的決定 就算是厲害了 感谢观看